哈喽大家好,我是饕天 喜欢吃糯米豆沙饼的小伙伴 赶紧收藏起来吧 今天,饕天要把这个简单好吃的 糯米豆沙饼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据饼铺大叔说 他每天都要卖2000多个 首先面排里取170克糯米粉 加入30克普通面粉 用快搅拌搅拌 将两种面粉怎么混合均匀 分次到110毫升 刚烧开了开水烫一下 一边倒入一边快搅拌成面絮状 糯米粉用开水烫过后 很容易就团成团 这样做成美食更加的清新好吃 一直搅拌成这样的雪花状就可以了 咱们继续用快搅拌搅拌 将面絮晾凉 加入1克酵母粉 1克白砂糖 0.5克小苏打 继续用快搅拌均 咱们先下手抓一抓 将面絮里的水分抓出来 再团成光滑不沾熟的面团 放在面垫上揉搓面团 将面团里的糯米粉和水分 充分地混合在一起 这是糯米饼好吃的关键一步 咱们千万可别偷懒了 放进盆子里 盖上盖子醒发40分钟 将醒发好的糯米团 搓成粗细菌的长条 再分成8个大雪菌面剂子 将面剂子团光滑后 再按压出一个窝过来 放上准备好的豆沙线后 咱们再封住口 团光滑后 给表面刷上清水 再沾上多多的熟芝麻 压成饼状后 咱们的生坯就做好了 电饼秤预热好后 刷点食用油 油不要刷的太多了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将做好的饼坯 放进电饼中烙熟 给表面刷点食用油 锁制水分 这样烙出来糯米豆沙饼 就不会发干发硬了 盖上盖子烙两分钟 时间到了 咱们要给生坯翻一次面 翻面后 再烙个两分钟 等翻两次面 烙个六七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做法非常简单 软糯香甜 非常好吃 喜欢小伙伴 赶紧尝尸吧 套铁每天都会跟大家分享 不一样的美食 感谢小朋友 点关注 再走吧 我们下期再见